大牙先前爆出曾被黑人陈建州性骚扰 不要当时对方去否认 并要求大牙赔偿一千万元 对此郭元元也站出来伸援大牙 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随后陈建州撤回民事诉讼 当时大牙也发文表示 收到法院撤回的通知 相信事实不容挑衅的 也谢谢所有相信我的你们 原以为事件搞一段落了 没想到陈建州竟然改告形式诽谤 意外掀起一卷热议 对于此事大牙也尚未正式回应 不过28日他在脸书发文 似乎并未受到该事件影响 在文中开心表示 自己终于约到美睫师 为即将到来的工作做美美的准备 最后也在文末写下 每天都有值得让心情变好的事发生 相信宇宙的力量 贴文一处也吸引不少粉丝留言 纷纷表示 不管如何一定会支持你到底